明明是情人节 怎么艺人陶金莹在脸书上 开了一个标题是 心酸心碎的直播 我要先唱一首歌 原来是陶金莹自创餐饮品牌 找了新员工 但是却在报到当天的凌晨 传简讯说不来了 让陶金莹和其他工作人员相当傻眼 我们被一个叫阿光的人甩了 然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征人 然后我们终于征到一个 他是有证兆 他又很有能力 然后是一个年轻的男生 然后我们试用过了 就请他来报到 结果他今天就在半夜吧 就是情人节的半夜 他就传个简讯给我们的主管说 我不来了 然后今天白天应该是要来报到 我们怎么打电话 他都不接 陶金莹的自创品牌在今年初开幕 营业开了一个多月 生意非常好 却也面临找不到工作人员的状况 其实我们没有要那么累 因为我们找不到工作人员 你看我们都好几个朋友都下来帮忙 股东也下来帮忙 是真的找不到人 是真的找不到人 我们什么104 1111 我脸书全发了 好不容易来两个就走两个 在镜头前苦笑 被新晋员工放鸽子 陶金莹非常无奈 不过他还是在直播中 唱了几首经典老歌 自娱于人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